各位學員 大家好 我叫中東民 我來做台中州南道軍 我住第三 修宣伯您介紹說 我們台灣民進府都採四種旗 四種旗的時候美國旗到日本旗我們看有 第二旗這旗 打破音來 靈靈旗 打破音要重弄 第二旗這旗叫做美國軍事選領旗 叫USMG 這四字你們要很注意 因為不管你打US那就是美國 MG M就是軍事 G就是政府 美國軍事政府的代表旗 美國軍事政府代表旗 這是什麼 我們用一個紅色的銀口 台灣 中間是美國旗 這不是黑白用的 因為當美國打破一個國家的時候 它的土地軍事尖領的時候都有這個標籍 這個紅色的銀口就是大日本帝國 大日本帝國 大日本帝國當初二宿建在台前 大日本帝國的領土包含大 包含到台灣派 這都要送大日本帝國 韓國就是條線 他們不是 他們是大日本帝國 那時候韓國條線的時候 就是 將他的土地管理權 交給大日本帝國管理 所以當初 美國打贏大日本帝國 日本帝國 沒有條件到香港的時候 就是有一個美國軍政府 因為這個戰政法裡面 我們很多 我們很多不知道這個戰政法 戰政法就是 兩國的戰爭的時候 都會成立一個軍政府 打贏的 軍政府第一 打輸的人 要成立一個民政法 所以這個就是 美國軍事占領旗 這USMG 這不可以模樣 模樣的時候 台灣民政府最要處理 就是美國的處理 不是中華民國處理 後來 後來 這個就是 台灣民政府代表旗 這紅色銀口 一樣是大日本帝國 這六個星星 白色的星星 紅色銀口 那就是六州 我們日本時代 台灣分到五州 五州的時候 你這次有時候去看一個 五州製藥廠 那就是我們日本時代 台灣最大的 這個有槍 沒有改 這個紅色的這個代表 阿州 這個待會兒我會在解釋 這個台灣 這個你看有 像中央台 沒有在裡面 這個 我們認識的就是 美國的星星有沒有 美國在那裡 軍事占領 他不會走 古金山和平條約 你如果去看 你如果去看英文 你就看有了 美國是日本的主要 佔名寬國 主要 日本的主要佔名寬國 是不是 我們台灣分到 還是 在大日本地國 日本時代的時候 你都沒去聽到 以前日本時代 像日本來 我等一下你說 那就是你 下關掉的 罵關掉的 所以 這個紅色的 代表阿州 這就是 195年 這歐文的時候 五環期 五環期的時候 你看 哪色的就是 歐州 黑色的就是 飛州 紅色的是米州 紅色的就是阿州 我們台灣就是 阿州 就是紅色 歷色的大英州 所以我們台灣 民政務局的意義 你看有 但民政務局 不是我們 來設好 在20000年 美國 就將這個 旗子高的 我們比市場 這個意義 這個去看 看這個情形 我不會說 一般我們 看媒體 上的媒體 媒體你們看 我們看不 為什麼媒體在看不 媒體的時候 在採訪的時候 記者都會插出來 不過當初 他 當記者要採訪 鳳門那個人的時候 以鳳門那個人為準 這就是 我告訴你 這就是 今年 美國通過台灣 立法 美國的國會 通過 美國是國會 最大 整個國會的採訪 美國國會 通過的法 就是 美國的國來法 就是美國憲法 最近 1979年 1979年 四月簽 台灣管理法 後一就是 1979年 四月簽 後一就是 四月簽 就是 2009年 2019年的四月以後 就是 台灣管理法 就是 1979年的四月以後 通過 我已經 要 要 將近四十年了 所以你說 這個 叫台灣 理應法 台灣管理法 為什麼 美國在這裡有設台灣管理法 中國 跟中華民國說 這塊 尤其 中華民國 說台灣這塊是中華民國的 結果 不是 說台灣這塊土地 是他們的 結果 你看中國 為什麼不敢設台灣管理法 美國設台灣管理法 這就是 他中華民國跟中國 沒有這塊 三月八成功的清楚 所以 他這個台灣 通過的時候 所以 中華民國 開始會緊張 尤其 他這個 上年 中國人大 中華記者 就是問 王毅 說 台灣 你能夠通過是怎樣 所以說 王毅有說 我們當然 我們當然要求美國 要嚴格 恪守 做出的承諾 嚴格 遵守 一個中國 原則 堅持 中美三個公報 為什麼 嚴格遵守一個中國 為什麼 就在 強調一個中華 為什麼有兩個中國 因為一個叫中華人民共和國 一個叫中華民國 常常這個世界 尤其是台灣地區已經混亂了 中國不會混亂 中國他只要跟一個中國而已 不過台灣這個 我們尤其本土台灣人 他不知道說 我們會混亂 所以說 他就是要求一個中國 為什麼要求美國 為什麼不要求英國法國 這個我在 這個聯合國歐758 捷運文我還要說一下 台灣英文通過的時候 說義中原則 中國的媒體說 這就是台媒 互相訪問 台媒 什麼 他說台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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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說蔡英文 川普 蔡英文會跟川普 會見面嗎 不會 為什麼不會 因為這是叫台灣 理性化 不叫中華民國 理性化 因為我們經常就是 這個 這個歷史地位 發問的 所以 會這樣 所以說蔡英文 他這個媒體有說 蔡英文跟川普 如果中華民國 會寫本事斷交 會嗎 更不會 如果 中華民國 蔡英文 會跟美國總統 川普見面 會不會寫本事斷交 會增長 中華民國的氣勢 結果 為什麼這樣 那就是 這個新聞 要看這個新聞的時候 說奇怪 每天時候 遭遇很多社會 一些亂緣 他們的亂緣 就在這裡 最後一段 王毅說 這段 紅日的王毅說 堅持一個中國原則 不同台灣官方往來 各國遵守國際準則 大事所欺 事不可當 這歐文是我 我假日的 這就是要解釋他們聽 中國 對外國說話 非常尊勝 習近平也尊勝 他是一個領導人 外交部長 他說也尊勝 所以他說 堅持一個中國原則 說美國 美國的官員 要不同 台灣的民政府官方往來 不是中華民國政府 因為中國 從來不打壓台灣民政府 這點你們可能不知道 他也不打壓中華民國 因為就是沒有中華民國 中華民國 早就被中華人民共和國消滅 這個我們怎麼知道 各國遵守國際準則的國際法理 這個準則的國際法 國際法裡面有包含很多 第一件就叫萬國公法 萬國公法是自然法則 再來有一些國際戰爭法 聯合國一些條約 還是說以前的馬關條約 巴黎合約 很多 究竟我們合約 那都是一些國際法裡面 大肆所欺 事不可膽 就是說全球在看 台灣民政整起來 台灣民政府怎麼起來 美國怎麼將這個政權 要搞台灣民政府 所以這段新聞 你如果看有的時候 你後來你 你每天上 你台灣的每天上 你去看 還是外國的每天 會像我們台灣的 這樣嗎 記者所說的 跟裁縫的人 說的會不一樣 南北不一樣 你就看得出來 誰講的是對 誰講的是錯 來台灣民政府 後來看這個新聞 你就看得很清楚 來你看一下 謝謝 謝謝 台下記者大喊台旅法 讓原本要結束記者會的 大陸外長王毅 決定停下腳步 我們當然要求美國 要嚴格恪守他政府的承諾 遵守一個中國的原則 那麼堅持中美三個聯合國 對著美國喊話 就因為最近通過的 台灣旅行法 可以允許 台美高層 互訪跟見面 未來更渴望 看到蔡川慧 讓北京政府強烈反彈 其實這一場中外記者會 台灣問題成了焦點 陸媒還關注 今年台灣的外交 會不會出現 雪崩式斷交 堅持一個中國原則 不同台灣進行官方往來 越進成為 各國遵循的國際政策制 當然是大事所去 而且事不可答 范定剛會是下一個斷交國嗎 王毅沒有正面回答 只再度呼籲 要台灣承認九二共識 但其實 你有看記者講很多話嗎 中國有沒有強烈反彈 沒有 因為我們 美國來進入國內反嘛 你要反對什麼 請我們家的價錢 我要插誰 還是我們家人要插誰 家民家的用 反對嗎 沒有嘛 在跟中國沒有在台 所以我媽說 是怎麼 美國在這裡設台灣關係法 台灣立行法都設 中國不敢設 你知道中國有設什麼嗎 反分類條款 什麼叫反分類條款 你知道嗎 就不允許中華民國 在台的中華民國 再分類出去 所以你們去看的時候 你們去看到什麼 你知道嗎 看到一點點 我們沒有去想到 以前中華民國說 反共大陸 現在說要和平統一 不管你反共大陸 和平統一 中華人民共和國 他的判亂組織 他的判亂組織是什麼 判亂組織 就是中華民國 所以我們拿中華民國 國民身分證 我們就成為判亂集團 中華人民共和 判亂集團 一個裡面 好可知道 我等一下有一段 就說到 好可知道 英國共和解 所以大家都不是 他的判亂組織 所以這點 我們要感謝到 我們必須去 鼓勵美國 所以美國做很多事情 我們不知道 好 這個問題 如果你有看到的時候 你就去看 我們說 當民眾優勢以來 最大 裡面的最大 你知道嗎 一個 一個很嚴重的事情 就是510 在510的時候 在中華民國 檢調單位 同用一兩千個 來開始用的 問題的處理 你知道嗎 處理這裡 這個我們官網 我們的官網 5月找到 公佈這個 你們去看這個 我們如果像網路 你去台灣民眾的官網 我們的官網 如果公佈不死 你們如果網路 稍微沒來 你就知道 如果不死的官網 馬上就會下架了 台灣民眾的官網 早就被下架掉了 不會那麼多年 官網還在 這點你怎麼會去 你去看 我們就是 台灣旅行法過 現在開始 中華民國的怕 就是要跟我們 台灣民眾的官網 要近一面 台灣民眾的官網 是什麼 你今天來這裡 你會看到 今天你來 看到很多 到我前天 我都 就是官網 因為我都 是混亂 過穴 就是官網 我們近一面 那時候 這是我們的 我現在請這個 就是我們的 代表官方 我們每次基盤 一些活動 就是代表官方 我們要求什麼人 來 是說我們去美國 很多 是不是去歐洲 十二四 很多的 我們都一樣 這個官網公佈下去 要做什麼 主辦單位 就是 美國 美國 美國商業部 協辦單位 就是 台灣民政府 這個 在美國的官網 他要公佈 公佈 公佈下去 想中華民國 馬上啟動 5月23 因為 我們 今年 WHA 要邀請我們去開會 或是 5月23 就是 我們必須說 為了 要 我們要參加這個 美國商業部 這個會議 為什麼要參加這個 美國這個商業部 會議 我們的官方 政權 你們會 你們會看到 中華民國 對外的名稱 是什麼 台北經濟文化代表處 奇怪 用台北 不能用台灣 為什麼他要用 台北經濟文化代表處 很多人沒有去研究這個 研究這個 研究這個 如果研究出來的時候 本來我不能研究這個 我來到台灣民進府 我們 為了這個 國際上 我們站在那邊 看到 原來 原來 台灣 所有的 進口 出口 都要經過台北經濟文化代表處 我們要對外做生理 都要經過這個 台北商會 成立就是要 取代台北 台北經濟文化代表處 台北 台北商會 就是台灣 美國的商會 所以 在那次台灣 地區這裡 要進口 出口 我要對外國做三個東西 我也要經過台北商會 我什麼東西 我們要賣 去台灣 要賣出外國 要經過台北商會 外國 要賣出台灣 還是要經過台北商會 外國 不管中國 中國 南 福利賓 我們歐洲 所有世界各國的 國家政府 你要賣 東西 就是要 台灣 要經過台北商會 他們這裡外國 要對外國 對美國的台北商會 台灣政府 所有的人 要對我們台灣民進 這樣看好不好 所以中華民國 怕到 所有的收集 創三個 沒有 我們這個開花 開始就是 要取代它 要取代它 有時候 有這麼厲害 本來就這麼厲害 所以說你看這個 之後 他的剪教大動作 說 南北市有早期 之前有早期 早期都不齊 事實 為什麼 將南北市 我夫人 他們兩個去關五個月 你看一個早期 早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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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經常看 那就是 有 有家人要將 台灣民進 全部打壓 所以 你有沒有知道 我說 有段時間 比較有時間 可以看 對 2018年的5月15日 我所想的 我有一個段 一段 一段 十四新聞 我就分成很清楚 聽 所以說這個 之後 我們五月二三 我們就在 美國 你會記得 五月二三 你不是 你看美國的新聞 美國新聞 那時候 川普很緊急 有重要的事情 調美國商 商業部 部長在白宮 美國總統來經兵 恰好是 遇到我們510事件 所以 他不能出席 這個會議 所以 他派他的BC 這個BC 這兩個是 美國的參議員 這我們官網都有 這參議員 美國是兩黨組成的 是民主黨跟共和黨 所以他們這就是一個官方 那兩個就是 兩個就是 兩個就是 他們的議會 參議員 所以民主黨跟共和黨 是代表幾個美國 我們的Logo 都在這裡 台灣西部 government 這個 這個外交雜誌 的那種刊出來 所以我們去開會禮 五月三去開會禮 來到 日空 一般年的12月二 我們就開始說了 我們 在外交雜誌 台媒三會 那種 慶祝九會 要成立 要成立 要成立的時候 就開始公國出來 在外交雜誌 公國出來的禮 我們開始在外交雜誌 我們開始在外交雜誌 美國那邊 美國的 我們 我們台灣跟美國 不一樣的 那種 我們的電視台 很流通 不過美國 他們 比較主要是電台 因為美國 看 你知道嗎 都聽 所以美國 全國的電台 就在聲援我們台灣民主 要求 中華民國停止 政治破壞 的意圖 所以 我們 我們當年 在紐約時報 後 抖一拼出來 紐約時報是怎麼說 抖這個政治破壞 沒有 紐約時報 它是 國際上的媒體 你沒有事實的 都不敢抖 因為 應證過他這樣抖 不是說 你錢給他去抖 不敢 所以 我們台美商會 在頂年的 財務局提出 成立後 你看 歐洲的商會 台灣製造 也被消失了 你不知道什麼 原因 歐洲 歐洲的 歐洲商會 歐洲商會 代表整個歐洲 他們的商會 他們的通路 像中華 他在說的就是 台灣製造 是中華民國 就是 台北經濟文化代表 他這個東西 他已經取消 他的機子 就用掉了 中華民國的國際 還是台灣製造 這個日漾 他這要在後美商會 後來要在後美商會 就是用台美商會 代表管理這 他這次就是 一種的銜接 你知道嗎 我們說 要無奉接過 就一包一包來 無敵無敵 因為我們台灣民政 有在外國 知名度都起來了 我們台灣的八色也不知道 你要看說 中國他們知道嗎 他們都知道 台灣民政 在做什麼 我們台灣民政 這張身份證 中國也不否認 他也知道啊 你怎麼印這張身份證 全球都知道 都知道這張身份證 所以你要去說 你去請到這張身份證 你如果覺得很高興 因為我沒有人說 你也知道說 再請一張 我的身份不是負責 你負責我 不要說請這張一千塊 我還要請一張三萬塊 跟這張不一樣 全世界沒有 好人的 會請你給我 我三萬塊你請 沒有 真的沒有 這就是真正價值觀 它的有效的東西 所以你會去看 脫胎者 脫胎者就是 什麼意思就是 離開台灣的脫胎者 因為很多人 離開 國家 尤其中國人 他們離開中國的地區 為什麼他們離開 因為他們看到 中國沒有未來 這些脫胎者是看到 台灣沒有未來嗎 不是 這脫胎者不是看台灣 阿拜沒有未來 有有未來 不過他們還是要離開 這脫胎者是 大部分 1949年 隨著蔣介石 美國美軍 和在國來這裡 他們那個 因為戰爭 要逃離自己的家鄉 離開的難民 難民不是那些人 為了保障我們的性存 你看 西里亞打他們 中東那些戰爭 離開自己的國土 他就要生存 不要死 所以你看到這裡 脫胎者 離開台灣 都會去打 離 這半九二十天 有報道嗎 台北市 有很多的里長 有嗎 好多位里長 在平灘島任職 有嗎 因為他們都回到他 平灘島 他暫時還回到台北 因為這裡還有收入 正常的收入 他們還回到台北 甚至有一個 五十七歲的 人大 那個女生 他們都是 中華民國籍 都是中國籍的 你們要清楚 因為那些人亂說 是台灣籍的 不是台灣籍的 你們拿的身份證 中華民國國民身份證 不是台灣 不是台灣 因為 這段我來講一下 很趣的 中國有中國政府 日本有日本政府 美國有美國政府 香港有香港政府 菲律賓有菲律賓政府 英國有英國政府 為什麼中華民國 在台灣沒有台灣政府 他也不敢說 中華民國政府 都不敢講 這就是 不是叫腦筋急轉彎 我們不得不甲 人家浸在這裡 小腦在這裡 你會呼 變成這樣 所以 他們這裡脫胎者 還沒走完 為移民 什麼叫移民 像 一些移民 已經跪離 加拿大美國 那裡已經移民了 如果你沒有移民 你在台灣的中國人 你還沒有身份 你還是一個難民 王毅有夠 難民不是移民 終將回到祖國 他們回到祖國 他們要打 因為你沒來修國的法治 你不懂 他們要跪離平坦島 我們想要故宮在平坦島 因為平坦島已經蓋好了 平坦島以前是 沒落一個小島 一個漁村 以前中國一些 他們的移民 在東北季風 冬天的時候 東北季風 剛才吹小人 他們坐船 就是 偷渡來台灣 就是平坦島 這平坦島建設得很好 可以搭五百多元 平坦島 我等一下講 平坦島 想起這麼好 就是郵政儲金 你們不知道要聽到嗎 你們有看新聞 有沒有郵政儲金掏空 你們有沒有聽過 你們沒有 你們兩個 枯枯 郵政儲金掏空 他可能會做 2017年的8月10號 那裡有一個新聞 有上司的說 因為中華郵政 跟平坦郵政 可以切割 因為掏空好了 房子好 所以 渡政儲金 掏空 我告訴你 掏空的時候 由局繼續開 很多人拿錢去走 哇 這台灣人很特別 我一位 你們也聽到嗎 我肥頭已經倒了 你們肥頭 你們還不知道 繼續下去 你們知道 你們就不會 所以說 來參加台灣民眾 就是保障你們更多的保障 更多的保障 這就是他們 九合一選舉的時候 柯文哲 會說得模模糊糊 是真是假 我告訴你 統獨籠造台灣政壇20年 不好了 柯文哲說 統獨這是假統一假台獨 有說美國不可能讓台灣去跟中國真的統一 這我在解釋 他所說的這段話 什麼叫假統一 台灣不可能跟中國統一 那叫假統一 中華民國 中華民國跟中國已經統一了 已經統一了 假台獨 什麼叫假台獨 因為 中華人民共和國 它有設一條反分類條狂 它不會让你中華民國獨立 美國也不讓你台灣獨立 台獨跟華獨 為什麼台灣不能獨立 這地方有鑄的鑄 不然 你去住我家 家是我家 你少家還要長久 這間住的變立鑄 也不可能 對於我不會理 我隨著用我便室 所以說你不可能獨立 尤其美國跟中國都有說 獨立代表戰爭有沒有 你中華民國獨立 我中國就打你 你台灣獨立 美國就打你 不一樣喔 有台獨的人說 台灣要獨立 台灣要獨立 台灣這樣用韓的會獨立嗎 不會 西班牙去年有一個獨立公投有嗎 他們西班牙政府讓你獨立公投 獨立公投過了以後 政府也不理你 當你那一天要成立時候 他馬上逮捕 有看到嗎 那邊新聞拿去看那個 為什麼美國獨立代表戰爭 200多年先你看 美國華盛頓有沒有獨立戰爭 獨立就要戰爭啦 台灣獨立你要打贏誰 對 就是佔領者 對 你說得對 就是佔領者 但你打贏他就有效 你打贏我 我不知道在那邊占領而已 美國不能在這邊佔領而已 土地還有人的 為什麼還有人 就是有人的 要他同意才可以 美國獨立戰爭 華盛頓獨立戰爭 因為他打贏他就沒有英國 有沒有 那時候華盛頓有可能打贏英國部隊嗎 不可能 華盛頓是英國的將軍 他的部隊也是都是英國的 為什麼他們要打贏 有一個華國幫助他啦 有沒有 美國獨立戰爭是華國幫助他 所以 歐盟的歐元不要算 前世上最大的貨幣是什麼 英磅 對不對 再來是什麼 華盛頓 再來是美顏 歐元不要講 很 很好玩耶 因為美國他的母國就是英國 華國幫助他打贏了 所以華盛頓 當地要順利 你們都不注意這個 所以我來跟台灣民生我叫 這是某一個湊合湊成的 美國他一直講 美國不可能讓台灣生 去跟中國真的統一 台灣這個土地有人會 不可能 他會跟中國統一 是 兩法中國人統一 兩法中國人統一 這個我待會再補充一下 所以你講這個時候 我告訴你 等於510的時候 我們比市長搞不好出來 還沒去參加 你看比市長 所說的位跟柯文哲 他說他們現在 口口聲都講美國 請鄭文燦去美國 說他去怎樣就怎樣 你看我們比市長 我們說用USMG TCC 我們美國金政府 台灣民政府 這是同屬一個 上司跟下部署 你看我們比市長 我們這是 台灣民政務是什麼 你看 今天還是需要到這個派出所 來進行報導 台灣民政府是一個 有組織的政治團體 我們在美國有登記 我們並不是一個大片集團 並沒有像這個 檢方或者調查局所說的 被駁回 我們爭取的是 台灣國際地位的正常化 所以你有說 是我們美國的登記 我們不是公家 你去看 看真正的證明文件 那是我們有的說 我們這個大門 電大門 我們上面寫一個台灣民政府 台灣民政府 當然是成立的 最為2012年 要注意一下 這很重要 沒人在注意 我們2008年的 212成立了 什麼都不知道 我們都知道 你們很多 台灣非常要奇怪 升任這個時候 中華民國 裡面都不定義 他們不合法 我們合法 是中華民國要向我們登記 並不是我們鄉南登記 這很多人用很多年 我們登記起來 這一個頂屎一個頂屎 你下去看 尤其我們來到近年 近年有一個1月1號 我們開一個國際記者會 這個國際記者會開啥 台灣西北高倫的國際記者會 本土台灣人的政府TCG 向主要佔領全國美國呼籲 ROCE應該以TCG簽署 中戰協議和平條約 正式結束二戰才能 真正的為台灣帶來和平 你注意看 什麼叫中戰協議 什麼叫和平條約 中華民國一定要說和平協議 和平協議你注意聽 不是和平條約 為什麼他們要講和平協議 他們是內戰才是和平協議 國與國 政府與政府之間是條約 中戰有要終止這個戰爭 這個中戰協議 我在舊金山和平條約在那裡 我再補充一下 這個買人再解除的時候就怎麼樣 既然台灣民政府是個政府 中華民國你是個管理當局 你有聽到嗎 中華民國有這個能力來審判我們台灣民政府的事情嗎 是台灣民政府尊重你的目前的管理方法尊重你來釐清所有的事情的真與假 我們是不是早期 人家說的還是政治破壞 要你來自己去釐清 所以說他們這法官 感覺說這不知道要怎麼破壞 這個國際記者會這個你們看的 你們了解我再給你解釋一下 這個中戰協議 這個我們 他的意向開月裡 你看 各國各大媒體 尤其是日本的兩大媒體 美國四大媒體大幅報道 我們台灣民政府召開這個 這個中戰協議和平條約 這個開月裡沒有幾天再看 日本的媒體有幾間 中間大幅三四間 沒有一間沒有報道 為什麼沒有一間沒有報道 他們法國已經知道了 台灣這堆堆要屬於日本天皇 他們日本天皇 這是什麼日本天皇 我先說的就是中華民國人說的 馬關條的 待會兒我比較常識分析一下 所以他們開始說 所以說日本 他的網路上流傳還是故意流傳說 日本也想設一個台灣關係法 所以目前我們大明英文的論述到現在 沒變叫做入食美戰 入食屬於誰 屬於日本天皇 美戰 究竟我們和平條約 美國是主要 美國是日本主要佔領全國 日本的主要佔領全國 他是佔領日本的誰的土地啊 喔 日本天皇耶 所以說 在這裡講的時候 我講到這裡 我可以講一段 我們大家都知道嘛 很多人有受過教學都知道 大英帝國有沒有 日不落國 英國的土地到處都有 英國的土地是誰的 你去看看英國女王的 你像澳洲 加拿大 紐西蘭 他們是皇家警察 皇家艦隊 皇家空軍 奇怪 他們跟英國一樣的 他們效忠英國女王 原來那些土地都是英國女王的 英國女王 日本天皇 教他們 他們的土地的管理權 交給首相 泰國皇帝 他叫他的土地管理權交給誰 總理 所以澳洲 加拿大 紐西蘭 他們是總理 英國女王 同意將他們的管理權交給他們 人民選出來的總理 你知道嗎 他是個政府不是個國家 國家跟政府的要素 差在來 國家就要有土地 人民 政府 外交 這叫國家 政府就是少一個土地 有政府 有人民 有外交 就是沒有土地 叫政府 所以你要去看說 三是政府 三是國家 你要分過清楚 我告訴你 當人民 四年選出來的總統 他是擁有那個代表選 像法國總統 美國總統 他就代表了他們 四年 他們在任的時候 他們 他們是 那個土地的主權的代理人 代表人 所以這才看有 所以我們中華民國說 選總統你聽到 國愛球 他哪來的土地啊 為什麼 人家全世界 不承認中華民國 甚至 市政民處理 人想說 他是中華民國總統 這有原因的 我待會兒 歐齊五爸捷運 就說 想說 他是中華民國總統 所以近年 我們台灣人很相信 很多宗教 有嗎 什麼事 什麼事 這間 還是 台天府 南軍新 為什麼 他六十幾千 沒辦法 中華民國的國營圈 怎麼沒辦法 如果 你如果想想 覺得很憲 我們不去做家 為什麼要不要 明明之中 也不要說 說有行不行 我就知道 還不清楚 沒錯 所以你看到的時候 你就知道說 為什麼沒辦法 因為中華民國 應該在今年 會很大很大的 轉捩 因為 阿嬤五一零 更快 那五一零就是 在偷慢 台灣民政的腳步 我 我就說 我們 心想應該 在中華民國立場 我們都 這張 這張目標 目標的版本 這張叫 中華民國 國民身份證 你知道我做小孩 我來人為 我不怕人知道 我常常說 我很聰明 我本來很聰明 我十幾歲小孩 就聽到老一部的說 沒有政府議定國民 那時候我很聰明 我知道很多人 沒有聽 我很聰明 我很聰明 問老一部 老一部的不敢說 他們酒喝下去 他們聽到 我要問 他們不敢說 白色恐怖 說的人 我知道 我常常都沒有人 就剛才問 問到他又說 說的時候 他拿 古本的中華民國 的新聞營起來 他說 他說這張 這張叫議定國民 你們不是中華民國的公民 如果你們做公務人員 你們都是吃公務人員 公民才是公務人員 我這裡開始會說給你聽 這個理念 我告訴你 你們如果最貴的法理口 誰叫國民 誰叫公民 你就不清楚 這叫議定國民 中華民國這張不敢寫政府 他不敢承認政府 他已經是魅王了 所以他不敢寫政府 他說沒有政府議定國民 三是公民 三是國民 我這裡先解釋他們聽 你們如果來請台灣民進會 台灣民進會分公民到國民 你們就去申請人權 不敢承認政府 不敢承認分爬上叫國民 事餐叫國民 何叫國民 T.W.就叫公民 只要你有一點點血緣 日本時代你們阿公阿嬤 或是任何一方 牽涉下來有一點點血緣 你就是T.W. T.W.就用人權賠償的公民 除此是外國新娘 中國新娘還是越南新娘 那就是他的判定中國新娘就是西恩 越南就是美恩 那就是國民 國民就是基民 要說得清楚的話 你聽得更有 馬英九太太周美青 周美青一生兩個女兒都過美公 他們女兒在美國生出來又是公民 他們是屬地主義 馬英九拿去立卡 立卡就是國民 就是基民 經過六年那就是公民 公民跟國民你聽得清楚嗎 國民的基礎所有 所有住在台灣這些都是國民 就是基民 公民跟 公民跟國民那就是 假統一 假台獨 中華民國在那裡舉辦的選舉 是不是假民族 假選舉 公民才有投票權嘛 以中華民國的憲法來講嘛 公民要有投票權嘛 沒人公民嘛 你後選人也要公民啊 結果我們拿的都是國民 他有沒有教你說你要選舉要拿國民身份證 是不是假選舉 假民族 假民族 你有看到沒有 所以他的選舉是無效 尤其他 尤其他公投的時候 是不是公民才能公投 拿著國民身份證去年屬 影印去年屬 公民 因為台灣人的精神有錯亂 你聽說中華民國騙很多 中華民國騙你很大 中華民國騙你很大 不是騙你很大而已 我上個禮拜上的口說我這禮拜補充一些資料 我10月來回還要400公里 我又回來了 我又多兩個資料出來 你有看中華民國的政經有效證件 為什麼要改印章 你們看不見 這樣表示說這張是真的嗎 這張是無效 無效證件 什麼叫無效證件 你們行屋你有炸錢 中華民國錢 他中華民國的印刷錢 他如果也沒有在日子面上 待會兒我保證還會給你們看 他這個假政經 他做會 就是像我們假郵票有沒有 油搓 搓下來這張油票就沒有用 假政經 因為無效 不是只有這而已 你們如果有價值 一樣 他的地上都在這裡 中華民國你看 你注意看 就是沒有中華民國 他把它蓋掉 這不是我發的證件 你看他的技術證 你如果去檢定什麼技術證 都有了 我不會騙你 請你扶一些這些 你去看你就知道 畢業證書 我們大家都有 中華民國很注重學歷 為什麼回家 中華民國幾年幾月幾日 就是沒有這個年月 他在台灣沒有這個年月 所以全世界不承認中華民國的協力 你如果去留學做什麼 你如果要重新靠他 去出國的時候 重新那個證照就是真的 所以你要看這個 所以你要看這個 連他的營利登記證 三是真的證件你知道嗎 你如果去清富池貪本有沒有 是不是他怎麼跌在後面 沒有在自己的面上 對 再來呢 你如果有車還是有機車 你的行車有沒有 為什麼沒有跌在這裡 什麼叫有效 這真是個人的動產 個人財產 這張是真的正經 屬於你個人的 私人財產動產 你有看到嗎 真的跟價格 你看有嗎 中華民國之前的新聞前 有帝影了嗎 他要滅亡的所有 你注意看 這張是全民健保 我還沒說 這張是全民健保 為什麼他要殺國民公民 有國民年金 為什麼要國民健康保險 全民就是什麼你知道嗎 我們立的這個保險 醫療有貴嗎 很多人說很小 我說很貴 因為我們立20年 醫療險立20年 一九個七百幾個 他目前七百四十五個 你立20年以後 阿拜醫療都看都不用錢 我們立的很貴 誰叫全民你知道 全世界人的療 他去想用什麼 你看中國來學生的療 有沒有 哇是這樣 黃安住大廳 要回來台灣看 用我們這個 他們都說是中國人 胡志祥 中風 走回來 一直平等到 走回來他不敢說 走回來這裡醫療 是這樣 他們太太太太好 請給他太太好 用我們的主緣 是這樣 上年歐洲一些難民 還帶來台灣醫療 全民健保就是 全世界上所有人用的醫療 你看有沒有 很需要我們高錢 全世界的人用 所以很多人說台灣人是好人 待會你會聽很久 台灣人是好人 就是我們農出錢用的 我來說就是這個 我剛才就是為了這個 我上年也會說的 第一張 他這裡沒有帝影有嗎 第二代43年才有 我就是 我就是看這張 我以前去看二張國民 沒有政府是上國民看這張 你看 這次他說有沒有國旗 在分辨這個 不是分辨這個 這分辨你蓋的印章 他再來 再來中華民國新的新聞 人說沒有國旗 有沒有國旗是你的事情 最主要他這個印章 不敢不蓋 他不敢沒地 沒地就有事了 中華民國是他 是目前的管理統教 如果他要發到公民身份 真的會順便順便順便 為什麼要去強調國民 我剛才說過了 齁齁齁齁 甚至公務機關的 都不是假公務人員 假的公務人員 尤其你去發明的時候 你要看到 發官很厲害 以下國民法官 他給你強調我是國民法官 我就有這個權力 審判你們這些國民 齁齁齁齁 那台灣民政會的新聞情 他哪有曾在為民政的民ht 你又看 就是說 我們就是這個金片 齁齁齁 要記住 我們臺灣民政府 你全民健康保險卡 或是你的信用卡 你的提款卡 晶片都同一個地位 全世界上方向都一樣 你要記住 所以如果晶片不一樣的地方 那就假的啦 假的晶片證件啦 這就是我給你概念 我來臺灣民政府看這個新聞前 晶片這點就真的 我就看 哇 辨識在晶片 那就是我們要去理解能力 你看這裡 有人跌影就沒有了 有放國旗 沒放國旗 我是要看你們說放 他們啊 這裡晶片 你們看 要來上這些口 要來上這些法理 這些和價名 所以這就是2013年的723 我去主義師傅 買那份 馬英九承認中華民國死亡 不是跟馬英九生前 中華民國死亡 有很多理由啦 有的啦 洪秀主也不能說 不能說中華民國的存在在臺灣這個 中華民國存在啦 想要這麼多 那賢兵這個呢 這個新聞 這個 金鐘焉案 就是要說洪仲秋 洪仲秋明案發生理由 應該你們 雜貌比較不知道 雜貌都比較了解 封掉軍事 法定的軍事感到 中華民國有軍啊 想要廢除 軍事法庭 軍事監議 這些人 怎麼辦 就是由美國 指揮官要由美國來移切 美國這個 請我美國這個 你怎麼不知道啊 除非我拿出美國籍的給你看 你才知道是美國籍的啊 請馬英九有利卡啊 你現在有利卡嗎 沒有啊 馬英九要放棄利卡 馬英九沒有利卡了啦 他六年已經成了公民 已經公民了 沒有 不是國民了 你聽我啦 這個新聞 純義 你們來跟台灣民進府說一些這個 有很多中國人在說什麼 說我下拜一番 我不是下拜的 講課不能亂講 有多少的政績 我們說多少政績 不可以說很多 所以說這個新聞是怎麼拼這個 美國要的台灣人化 中華民國死亡 是怎麼 封掉軍事法定 軍事感到 馬英九你承認中華民國死亡 他在做什麼 死亡總統 對不對 是不叫死亡總統 所以你1950年 蔣介石說成為王國之名 你的國司館 中華民國國民黨的董事館 你去那邊看 他都想要一千二錯啦 是台灣人 沒有人興趣去反理這個東西 不過都會出來 你出來的 所以我這次開始在進行 我們今天換來講的 中華民國講的馬關條約 我們大日本 大日本地國講的下關條約 為什麼日本 大日本地國來台灣就是這個 就是這個條約 那就是日清甲午戰爭 清朝戰敗 日本戰勝一個和平 和平條約就對了 一個講和條約 你每一個戰爭都要 所以千月的時間裡 1895年的4月17號 交接時間裡1895年的6月12號 你到了台灣街人三條到外海一輪胸 你不要聽說中日交有戰爭嗎 你不要聽說 這個騙很大 當時日本不是跟 是跟清朝戰爭不是中國 這就是 只說教育上的模糊 你騙多久算多久 騙多少算多少 要人家人家都亂 留完中華民國講這個馬關條約 我們大日本地國講這個下關條約 為什麼說下關跟馬關 那是我們日本的下關 下關所簽約的條約 在馬關港 他講馬關可以 可是我們直接稱下關 你巴黎合約在哪裡簽的 你巴黎簽的 你不要聽說中日合約 台北合約 你台北簽的 舊金山和平條約在哪裡簽 美國舊金山簽的 你剛才看 有北京條約在哪裡簽的 在北京簽的 所以你要看哪個地點簽的 以他的名字所寫的條約 條約裡面你注意看 這條約的協問就在這裡了 講和條約裡面是什麼 這是法文的 全部都要 我告訴你 合約全部都要以英文版為主 英文版的 不是用法文的 如果有什麼意見 以英文版 這是改造法文的 這講和條約 大清帝國的大皇帝 大日本帝國的大皇帝 我告訴你 以前我們所謂的中國 古早世代就是皇帝 皇帝他有所謂的實權 一種關於權高的宰相 就是日本天皇一代 高的宰相 所以說他這是 皇帝跟皇帝的和約 我們家裡賣 我跟他們兩個賣 我家中賣的 我家中賣的 我要過給他 你贏到的 人家沒在台 是我兩個 我賣後 我就沒管理了 就是管理在他那裡 永遠讓你日本 簡稱嘛 賈方乙方 這在注意看 這是怎麼用 在這裡 賈方乙方 我們買買車 還要命什麼 賈方乙方 買家是這樣 賈方乙方 他這裡用出來就是 台灣前島 集所有副使各島嶼 他是前島 台灣全島 結果點九的時候 日本就說奇怪 三分之一而已 三分之後 那一半半 那一半半不是千條罐 那要怎麼 中 那個青條的荒地 他吃要給人 他說這個地方要賣人 連住民都賣人 想說人都賣掉 他沒有這個潛力 所以 所以沒有這個管理 一半一半是怎麼 就是要用政府 通分什麼 有的沒有的 所以他對這 這三分之一 這三地 平地 原住民 就開始通分 不講和的就會起戰爭 所以對1905年到1915年 日本天皇才從 全部把台灣建構完成 完成 你知道台灣是波動 台灣的民主英雄 我們如果有很多 我們在台灣很多地方 有些水準 尊高 人造的 你現在看有的 看有的 看沒有 我們參花兵 有水 有水膏 那叫水準 這水準要做什麼 就是要 台灣當天 比較沒水的時候 有一些水口 水流下來 要稍微 產農用水 這水準是誰做 你知道嗎 八天與一 他這麼是台灣的民主英雄 他也是 他年輕來 年輕就死了 他們太太也沒有離開 回來之後 聽說是 在烏山頭水庫 在那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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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這樣也是 我們台灣的民主英雄 他這個水準比 中國的萬里回事 更長 長度 更長 做成我們台灣一些 風修 一些水 做成一些我們的風修 所以 台灣 台灣 我們這個地方 可以自給自己 吃的 夠還可以 不要給別人 全世界沒有幾個地方 像我們台灣 不要說我們台灣是報道 我們台灣報道的時候 日本在建設 日本在建設的時候 四十年了 我們不要聽到台灣錢 音樂 正經台灣錢音樂 是當時 你知道嗎 1935年 那時候我們兩塊 換一塊美金 日本在這裡用一個世界博覽會 會創造奇蹟 全世界的人 我們台灣四個的人 金錢味 觀看的人數 三百幾萬人 那有紀錄 那紀錄片 你去看我之前 最好我再放過 所以說 我們台灣是 報道之後 日本電腦 要用萬國公法 就是自然法則 就是要用黃民化 對1937年的4月1號 4月1號 中華民國在這裡都用 宜人節 宜人節 宜人節跟法國在用 那時候 要強調說 4月1號宜人節 他沒有要的 我們知道什麼 是萬國公法 我們民治憲法 來到台灣 1945年 4月1號 實施民治憲法 我們台灣有憲法 就是民治憲法 就是沒有人知道 這塊就是 萬國公法 像日本電腦的土地 他要用黃民化 不是說我要用黃民化 就是黃民化 他要向全世界公告 這塊以前是殖民地 我要用我日本天皇的 開始的 這個人說 他經過八年列 那是平地 平頂法 三是黃民你知道嗎 如果你要去請日本時代的秋朝本 請出來的人 有一個本名 一個本山 那個叫黃民 尤其是1937年 4月1號 開始了 有這個生出來 1945年 4月1號 這個人生出來 大部分的人 去改一個本名 一個本山 因為黃民有一些 優惠啦 就像 我們如果沒有這種 你如果請台灣民進 有一些福利三月 有沒有 同樣的 同樣的意思 所以說 不是黃民 就變什麼 就是新民 我們爸爸就沒有日本名 日本山 他就是新民 黃民跟新民 就有七分 黃民跟 所以 你以前 對這個一九四五年 四月請 日本天皇實施了民地憲率 給台灣人有參戰權跟參政權 什麼叫參戰權 就是我們有派參議員跟獎議員去日本開會 就是參政權 參政權 參政權是什麼 有人說不清楚 當初你聽到日本時代有 高山義勇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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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用木兵的 我請你來做兵的 那時候為什麼用木兵的 因為這塊地不是日本天皇的 神聖不可分割 這塊地是 他有主權的神聖不可分割的土地 領土 不是日本天皇的 所以他要用木兵的 不是爭兵 所以他叫高山義勇軍 來做兵 來到一九四五年 四月七日 民地憲法之後 他要開始爭兵 那時候叫台灣軍 有這條台灣軍的歌好不好 就是這樣出來的 所以說中華民國 離台灣 尤其我們做雙胞 我是不叫爭兵過 叫違反 不能爭兵喔 他要向我木兵喔 他就違反國際戰爭法 所以這就說過 不敢 那雙胞又去做兵 雙胞就沒有爭兵嘛 要做兵說他們那政戰什麼 沒有那是木兵的不敢 雙胞又要爭兵 所以從今年開始 但是中華民國 還要爭兵 不敢 因為我們剛好的時候 比市長也跟美國說 他違反的戰爭法 在美國又造成了 所以台灣政府的這十五年 他不知道說 誒 我不用去做兵 是四代三有的 不是 是台灣民政府造成的 他們不知道 台灣民政府造成很大 很大的改變 很大很大真正的歷史 所以這塊土地變 日本天龍神聖不可分割的地方 殖民地用割葬 村的土地不能割葬 再來一些土地可以用買賣的 很多世界有幾個地方買賣的 我講一下大家都知道 蘇聯以前有一個阿拉斯家 他賣去美國 對不對 那就是用買賣的 所以我說這個時候 2009年的時候 習近平 那時候他做副主席 應該是副主席 他叫歐巴馬安排他跟日本天龍見面 他跟日本天龍見面要做什麼 你知道嗎 我聽說 他說我們中國現在很有錢 叫他日本天龍 從來不賣東西 他們從來不賣東西 他們沒有切什麼 所以你看說 人賣的到不賣 用買賣 那就是說 為什麼要買賣 為什麼 你要去看 誰叫贊名不倫 他轉租錢 這個我沒什麼都會說到 所以這個黃明化 我要去包上一點就是 在2014年 郝博春有說 柯文哲、李定輝 是日治時代黃明的後裔 哇 這說到的時候 你知道二公一數年 說這句話出來 會當民進府這裡最好博物呢 中華民說 說這句話都不對啊 要怎麼說這句話 讓人不知道 中華民國就用食安問題 你怎麼聽到糖丹、酒丹 食安問題 糖丹、酒丹 你怎麼聽到鹽丹 他就是說 這台鹽的 非食用的 結果台灣的醫生 台灣這裡的醫生 他講什麼你知道嗎 我們水油脂就是台鹽的鹽 吃化學的吃太多了 這叫鹽丹 糖丹是什麼你知道嗎 人公果糖 你怎麼聽的 那個豬肉很甜啊 食用色素 食用鹽酸 為什麼要這個鞋名 食用這個東西 還是化學的 塑化精就聽到了 以前你怎麼聽到沒有 還要喝 塑化精就聽到了 什麼是食用的 只要食用酒精 最嚴重的是什麼 一罐油口的 我們家常常煮 他本來沒有這個米 那個時候說到沒有 我常常說到沒有這個米 以前說什麼 精製食用酒精而已 這裡有嗎 食用含酒料 這就是化學的 有嚴重嗎 我們食安很嚴重 為什麼 政權變 為什麼 美國當然要監督了 為什麼人們外籃 他們的食安問題沒有這樣 獨獨台灣 食用鹽酸 食用鹽酸的通常 就是發酵醬油 他的醬油要發酵比較快 醬油做比較快 用食用鹽酸 食用鹽酸是全民 他的學民 什麼酸 我忘記 你去看的學民 所以這次進入了太平洋戰爭 你看1941年12月8號 美國國會 美國國會 美國國會很大 對日本先戰 美日太平洋 大東亞戰爭正式開始 現在1941年12月8號 12月7號 珍珠港 竟然大日本國打 福利賓那很多 所以他們師匠很大 他們國會馬上 趕快通過 那不可以 還抵抗到 不可以 不可以 所以 從那天 剛開始 美國對日本國的軍事行動 是怎麼沒有辦的國家和志願 為什麼會這樣 因為二次世界大戰的時候 整個第一年的時候 歐洲戰場是誰在打 結果 伊達利 整個歐洲 荷蘭西班牙整個 土布羅旗 英國法國整個都去 德國 義大利 打得這樣 他們沒有辦法反抗 所以美國打太平洋戰爭 只有他自己一個人在打 他沒有辦法幫助他打 所以打得很嚴重 然後 Australia 西鄉很大 來到1945年 8月6號 9號 在日本的長崎廣島 投下2顆炎子彈 西鄉很大 日本都怕到 這次死幾十萬 在8月15 沒掉怕到 所以說 那時候 對日本的 台灣的軍事行動 都是美國 單獨完成的 我以前的小孩,我爸爸媽媽的讀國學 聽到單水雷的聲音,就是空氣情報的聲音 他們說那個單水雷就不用去學校了 都說美國的香港來 所以我都知道那時候美國破爛了 所以為什麼有說日本來空襲台灣 因為我讀國小的時候 防空的時候,那時候去北高的民典都去日本的旗子 我們就可以進行錯亂 所以你在日本大行列 美國依照略軍裝書的戰爭法 對占領特徑的成立美國軍事政府 對占領地区的行政立法 進行管理和感控 美國委託政改造集團 主要戰勝國的時候來代替美軍 美軍在日本台灣的導航 不過美國要主要占領全國 這你在那裡看的時候 他想叫做政改造 蔣介石跟他同門嘛 委託他來管理嘛 你要看說 行政立法司法會改變 前排的地方的國家政府 要接受 戰勝國的要求 所以我們不聽到日本現在用什麼憲法 你去問日本人 日本用好平憲法啦 奇怪 那他們的 日本天皇的憲法 他有去修改改 那日本遵守什麼 好平調教 那我們台灣呢 我們台灣的 我們一樣 這些是有好平憲法 好平調教 中華民國 沒人說很清楚 說很清楚 我們就說他走了 他是處理 他也跟他走 尷尬沒有尷尬那麼久 他要他走 所以他叫四五年八月十五 沒條件大王 所以日本 日本的歐夢就是八月十五 誰叫歐夢你知道嗎 就是過幾天 我們這裡清明節 祭拜祖先這 日本是八月十五 我們台灣去改成四月十五 我們本來說 古清明是三月十三 去改成這樣 八月十五之後 到一九五年 到了一九五年的九月十五 日本天皇 無條件的九月十五 下出來了 你要記一九五年九月十五 請你去清日本 是ちゅ大分 什麼九月十五 例えば九月十五 從小朝本你不知道 以前江蘇姆要不要改選 我來啦 秋草本就是日本炒一遍 真本他拿回去 1975年8月15日 日本天狼無條件 逛逛 馬上重用 台灣地区所有要嚇死的人 將600多萬人會讓這天本炒一遍 叫秋草本 以前不容易忘記了 有時候你請到的鼻子喔 有的鼻子對不對 我知道很多人有鼻子 鼻子那個很快的速度 有什麼鼻子 寫二郎無間什麼 什麼老奏 就是冠軍將我們賀一遍 炒一遍 現在本日本已經拿回來 拿回來在鄉村博物館 我們說秋草本的你知道 所以日本辦公辦到這天而已 1975年的九月初日 第幾十八天有寫六百多萬的賀這天本的厲害 我們的工作效率我們很好的 所以這個東方市就是 在那個秘書旅見 在東京我們美國的秘書旅見 在那下的 簽名之後 麥克阿瑟一號命令 發布一號命令 就是叫蔣介石到台灣接收日軍的投降 他來臺灣日軍的投降時 一九十五年十月二五 依然說台灣光富節 以前台灣光富節 國小三年級教科書一下 這次都幾年以前都不寫了 兩三年前開始就不寫了 那是佔領 你就知道說什麼人的投降 就是佔領了 日本天皇的 你看到這裡 一些民事憲法 他的下官條的這裡 你就看了 你那看了 你就看說 主要佔領全國的 就是對這1945年的9月2號 麥克阿瑟一般命令第一號導出的 你說蔣介石是盟軍 麥克阿瑟有的混用 命令蔣介石 指派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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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雞排啊 不是就說他要來 麥克阿瑟的指派 所以你在這裡看的時候 你在這裡看起來 台灣還是日本天皇的領土 蔣介石集團協助佔領美國 必須要等到日本簽訂和平條約 才可以改變台灣在法律上的身份 不是說來這裡佔領 就是說蔣介石給你 蔣介石要一個條約 所以中華民國從來拿不出條約嘛 只能夠講說開樓先年怎樣 開樓先年哪有尊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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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蔣介石會動 Berg 蔣介石會動 然後真的能夠化川邊 那是兩個人 wants to love it 你拼什麼去哪人家 你應該去看這個 在看的時候 我在那裡看的時候 那時候蔣介石來的時候 那時候 是中國是一eding 合法政府 那它是台灣地區 次要佔領全國就是EH命令 所以這你們看得了 所以我們台灣的台灣國際 我們台灣的國際法理地委 在這裡 就金山和平條約 這就是美國所簽的古金山和平條約 簽訂的一期是1955年的9月簽 生後一期1952年的4月2月 參加這裡有52個國家 52個國家是怎麼沒有中華民國 中華人民共和國 中華民國蔣介石他沒有參與二次世界大戰 這次中華人民共和國 他沒有參與二次世界大戰 所以他沒有在和約裡面 目前所簽的戰爭以後 和約最大和約還是就金山和平條約 裡面參加有52個 有三個國家沒有簽就是蘇聯 保蘭、捷克、斯洛法庫 三個國家沒有簽 等以後有四十六個 配準同位 有三個國家沒有配準的 就是印尼、哥倫比亞、盧森巴 就是這裡 說我們台灣的國際 台灣的國際法理地位在這裡 在古金山和平條二米、四米、三個 二米在說什麼 說日本政府放棄對台灣朋友的官合法 是政府不是日本天皇 你去看他們英文 就金山和平條約的爭板 台灣人出過的人 當初簽這個古金山和平條約是 日本天皇跟美國總統 簽約麥克阿瑟 簽這個就金山和平條約的杜勒斯 馬關條約是杜勒斯他們孫 他們的家族全部在寫合約的 他們知道這個意思 放棄這個管理權 要成立一個 就是這個儲分調配 就是要選民政府跟民政府 所以這個你會放有 我就說 就金山和平條約 日本放棄對台灣澎湖的管轄權 所以當初古金山和平條約 因為放棄了 所以我們今年開一個 國際記者會要求 ROC跟TCG簽就是這樣 因為台灣澎湖還沒有跟ROC 簽訂中戰協議和平條約 從這裡來 這條你看看有嗎 我剛才說來這裡有解釋給他聽 是不是我們要跟他簽 我們目前還是跟ROC是對立的 還是戰爭狀態 因為我們沒有中戰協議 所以拿中華民國的新聞情人 很可憐 好不好 你們真正不知道的人 沒有簽的人 你們覺得很可憐 我們跟我們的元首人 我們又效忠他 又賺錢給他 還對他人求 還不知道 對不對 你稍稍像我這個 我如果 我還是他們中國人像我這樣 我在他們中國人 在這裡爭論節目創造 我是名人 為什麼他沒有在乎我 因為我不是中國人 他沒有在乎我 我如果很高興歌 他也沒有在乎我 所以那些歌 這些演藝界都他們中國人 好賺的都他們 你如果去這點 你不要看那些 那些那些 他們這些人在做什麼 好賺的都他們62人 他們叫高級外省人 其實他們是高級的難民 難民不是命的人 他們自己不去講 究竟我們和平條有四味 四味在哪裡 所以說中華民國進來台灣 為什麼接收很多的日產 台湯台鹽啦 一些東西都接收 工費等 自來水電電的公司有沒有 整個都接收 就是這個啦 戰勝國對戰敗國的處分 再來舊心山和平條23條A 這個台灣你要拿掉 英文版是美國為日本 主要佔領全國 台灣是要寫得更清楚的 你看 你看23條A 怎麼沒有寫到台灣 不是 大日本帝國日本 那還 就是那些和平條A 還包含了日本台灣東西 這你要看 所以說你看這的時候 後面那是什麼 在2010年的5月25號 那時候蔡英文是民進黨的黨主席 要選新北市長的時候 他出版一份 叫流亡政府60周年 那新聞有看後面 後面蔡統統 他又說國際法 究竟我們和平條A 叫日本放棄台灣 還沒放棄什麼 我們去求不求得到 不是 沒有日本天皇的允許 你們撿不當 沒有日本天皇 運氣都得不到 所以你要看這個新聞 你注意聽一下 來 台灣的定位跟主權爭議 民進黨主席蔡英文 這樣詮釋 中華民國究竟是 在給我們這個社會 什麼樣的衝擊 他是一個流亡政府 在台灣進行統治 總召蔡同榮 充當蔡教授 從歷史說起 一句五年 簽訂古今山合約 說叫日本放棄台灣 但是放棄什麼 都沒說 當然不是放棄這個中國 所以國民黨來統治台灣 在國際法的觀點 是沒有根據 所以蔡英文說 他是流亡政府 這也沒什麼不對 你看到民進黨他都知道嗎 他都知道這些 那什麼 什麼人八成的 說 他的民進黨是什麼 中華民國民進黨 不是台灣民主進步黨 他叫中華民國民主進步黨 中華民國國民黨 台聯的 親民黨 新時代力量 新黨什麼黨 什麼建國黨 很多好不好 現在中華民國有三百幾來的黨 連共產黨 他們都叫中國的政黨 中國的政黨 有可能 像他們的國號兵條嗎 不可能 你們到現在新聞要聽 國民黨金 共產黨金 國金共金都是中國金 所以他們所有的黨 都是中國黨 中國的政黨 你們有清楚 什麼我可以說清楚 這個新聞 如果繼續報 八成都跳起來 這個新聞 我會你們報 有 有報了 你們聽不清楚 你們今天沒來收 你沒來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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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沒來說什麼 最好你就知道 他們知道 都沒辦法說 當然 我靠在哪裡 爸爸就好 就好 究竟我們和平的四米 就是日本 對這裡 租金 那裡 他這個東西 你聽 有聽說 國民黨有佛法的動産 嘛 不是有佛法的動産 它有合法的 合法的 接收集的 接收集的 都不要對話了 對2018年的6月28號 財團法人刪斷通過 很快就通過了 最後一日產 又 宣告的電協山 很有 這政府 可對政府 建築的166家的財團法人 高度密集的管理 這是美國要知道他們這些東西的錢 錢 錢 資金 美國開始控管 後來講到富人會 蔣經國 蔣經國的基金會 還有 反共救國團 有很多年輕人有去參加 反共救國團 整個 這就是 要 對回來 這不是你們 中華民國會 這是我美國所打 太平洋戰爭所打下來的東西 所以 他這裡一段 你會後你看 馬英雄就有三宗 必案那裡有的沒有的 台北市銀行有沒有 大間的賣富邦銀行有沒有 賣富邦銀行有沒有 賣富邦銀行有沒有 中壁端啊 所以說這裡 馬英雄用起訴 說他是關阿扁總統 陳水扁誰關的人 美國總統 他踩到美國 紅線 你如果回鄉以前有 美國有說一句 陳水扁你是麻煩製造者 結果 他露台就有關的管制局 美國的關 本來是無期徒刑 才放他出來 美國無期徒刑 美國碰你三年 一定關到三年以後 無期徒刑有的關到是 陳水扁保外就醫更長 他已經在去年的2月3號已經保外就醫 最後他沒有再申請 陳水扁還不要進去 因為美國放你出來 他本來是無期徒刑 你看這支片 他就是叫我們比市長 去對美國總統一個訴求 他訴求的單位不對 因為他選總統的台灣管理當時是 在國務院的台灣關係法 他要針對去國務院 結果他訴求是 國防部這一邊 他被駁回 不是他們的管轄錢 你注意聽這 聽下去你就知道說 他蛋水扁是誰 他效忠誰 AIT AIT是什麼 是美國一個民間組織 你如果要去看虛 為什麼中華民國要受他管理 聽令給他 好那之前呢 為您報導過 這個前總統陳水扁 要狀告美國政府一案 日前已經被 美國軍事上訴法院駁回 這法院提供陳水扁訴狀 也首次曝光 這陳水扁在訴狀當中 自稱是美國軍政府代理人 他要求美國出面撤銷判決 到底這訴狀內容是怎麼說的 法院駁回理由又是什麼 接下來看我們特派 張國華來自華府的報導 陳水扁狀告美國政府的案子 上星期已經被美國軍事上訴法院 以沒有管轄權為由駁回 但是記者從法院獲取的訴狀顯示 陳水扁根本沒有對歐巴馬總統 或蓋茨國防部長提出訴訟 他提出的只是一份 旨在氣球美方救助的 自貶身價的誠情請願書 陳水扁在訴狀中坦言 他雖然承認中華民國總統 其實是美國對台 軍事佔領當局的代理人 或者是美國軍政府委託 治理台灣的民事首長 因此他擔任總統期間 一直奉美國在台協會的旨意行事 即使這些指示不符合 總統的決策也在所不惜 請求法院下令美國軍政府 承認他的代理人身份 承認他吃官似蹲監獄 都是因為擔任美國軍政府 民事首長的行為所致 因此美國軍政府應該指示 現任台灣民事首長 終止對他的政治迫害 撤銷他的無期徒刑 恢復他的人權和政治權利 陳水扁的訴狀可以看出 他不僅不是台獨 而且效忠的根本就是美國政府 中天新聞 張光華 眾議庭 華盛頓報導 你要看下去 你要他們都知道 也陳水扁說 柯文哲 韓國瑜 吳敦毅 他們真的要選中華民國總統 露西 這幾個月都要去美國面試 美國有 美國有同意你才會選管理當局嗎 這樣啦 這樣看有沒有 所以去看下去的時候 你就看到那個 所以 AID的主長這個現任的 李英傑 誰是主人 這樣看有沒有 做朋友這樣齁 中相片的樓出來 平常要出來 很多人知道的 這你剛起我的LV 我開放社會有很多人去找到 這我不太會放 很多新聞 我在那裡都有啦 這你看 很多很多的禮節啦 你看他的禮節 為什麼要敲老人腿 我比較大 你在我下屬啦 所以那是 2018年8月底去紀念 到9月3號 中華民國他的金人節 就是那種類似聚敗 你看聚敗 你看蔡英文的動作很不雅 你來看一下 故意的啦 有點故意 如果你可以演示一下嘛 對不對 所以說 李英傑不知道說什麼 去他也動不了 就近三和平條A23條A 美國A 日本台灣只要佔領全國 不要說 國務院 我都跟你說 國務院要求派遣陸戰隊 防住AIT 這次AIT要在聖義路 他講這個AIT 他來後金無路100號 那是亞太軍事指揮 美國亞太軍事指揮中心 所以要封在中 所以你如果在中的時候 你來看 結果有一個 7年9月6號 他們又打開了進來 都不敢報導 你不敢報導 你去看 再來就是 你有看到說 之前說南海太平洋公 要租借金銘金 那是 就近我們和平條 第二條F裡面 是美國金事佔領 本來是 行政院海信署在那裡 為什麼不在那裡 因為去年 4月1號 行政院海信署 改到海洋委員會海信署 那 他行政院海信署 之前的名字叫什麼 你知道嗎 中國台灣警備司令部精管區 那就是中國帶來的軍政府 這次軍政府 美國正前會在那裡 中國軍政府 中華民國帶來的軍政府 也會在那裡 所以這個太平洋美軍 新租建在那裡 所以你現在看到說 如果F-16 微型 奇怪 都用F-16 微型 不是AB型 CD型 目前F-16的戰鬥能力 是很好的 社交 好稱 先改微型 那就是普抓雷達 待會兒我會去說 普抓雷達 普抓雷達 就配合F-16 美國本土有兩座普抓雷達 英國一座 我們台灣的新竹 六山一座 太平島這座 是不是應該也是 所以我們F-16 微型 美國給我們這個 寫什麼 它的就是 跟遠鏡蛇 鋼的 鋼盔 看哪裡 打哪裡 地群人人會幫你再打 怎麼打電動玩具呢 我們講他 第一次空白案 台灣人出口 我說過了 當初 蘇西亞條約 舊金山和平條二米 我們比市長看無 不是一本天皇 這樣台灣的地位就清楚了 就是軍政府和民政府的政政法 所以我們第一次空白案 2006年10月24號 我們比市長看 去將美國華盛頓哥倫比亞特質的 聯邦地方法院提高美國政府 過美國政府 過美國政府 過政府不簡單 外國人要過政府不簡單 還是跟台灣的國際地位 跟台灣的人權保護訴求 所以我們考慮 你 2007年 他的時候 美國代表 國務院 我都跟你講 他會說 這個政治問題 國家免數 薄費 不過法院如果說 這不是政治問題 人家是說 他的國際地位 跟他的人權 所以他派出律書 出來跟我們對抗 十二變 你 2008年3月18號 美國聯邦地方判定說 地方法院判定說 台灣人無國際 我們的國際 1945年8月15日 我們之前是大日本帝國 就是要更改國際 遇到更改國際的 這個就是 一些政論節目的說 他聽 我們的時光座郎 真相平 在那裡走過 第二張 有這張相片 我要說這個 這個叫謝政寬 在2009年2月5日 我們這就是 聽那個辯論庭 聽證辯論庭 叫我們比市長過 我們比市長過 他不要用中華民國的護照 祭出庭 他有叫陳仲謀 他們這幾天的 這是美國高等法院 在那裡 處理 處理之後 我要說這個 這就是政論節目 他所說的 能夠誰他不會說 能夠我們比市長 這次政論節目 都會說這個 你就會說這個 有個落腳之處 所以在本節目 講過很多次 不是中華民國在台灣 是中華民國 佔台灣之後 中華民國騙台灣 也就是說中華民國 其實你俠的 只有金門跟馬祖 那麼台灣跟澎湖 是一個未定的託管之地 所以不幸的話 你再去看看台灣關係法 寫得非常清楚 台灣關係法定義的 所有的這個界線範圍 是僅止於台灣跟澎湖嗎 好 那這個鄭煥兄 你可以把你的 跟美國各級法院交手的這個情況 跟大家做個分享 我想 在台灣的台灣人 非常關心這個台灣的前途 所以在2009年的時候 由陳仲某先生曾經到這個美國的華盛頓地區去 然後由我去召集在這個國家新聞紀錄部裡頭 舉辦了一個國際的新聞新聞報告 然後在那裡呢 我們向大家來介紹 因為在2009年的2月5號 在美國的這個Apple Court裡頭 提有一個相當精彩 我想身為一個台灣人 必須要有機會去重溫 那個在華裏的這個文件裡頭 你可以download 你可以看得到 當天有美國的這個 代表美國政府的律師 還有代表這個 這個研告者的律師 然後有一個叫做 這個Oral Debate 就是說在口實辯論 對 在口實辯論裡頭呢 相當精彩一段 我想在這裡向大家稍微介紹一下 美國的這個Circular Judge 就是說行為法院的這個法官 問代表美國政府的這個律師 他問他 一個執政黨是不是有權力來 否決那麼美國政府 跟國際上所簽訂的和平條約 那當然答案是沒有 這就是第一點 結果他問你 那麼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後 當時所簽訂的一個叫做 舊金昌和平條約 這個條約至今有沒有效 當然有效 再來第三個問題 在這個合約裡頭講了一句 非常經典的話 就是Principal Occupying Power 主要佔領全國 這個是不是等同於 就是說法理 Digital sovereignty 法理主權 最後這個法官 代表美國國務院跟司法部的法官 這個律師 他說I'm shaking 不確定 其實其實站不住腳 其實那個法官 Jorge Brown 他告訴他 就說 Let me tell you you're in trouble 說你是 你是 你是 有麻煩的 所以在整個的過程裡頭 最後這個判決書下來 這個判決書下來 他告訴了 白紙貼字告訴全世界的台灣人 就是說 因為美國跟中國的這種曖昧的關係 造成生活在台灣人民沒有一個被全世界公認的政府 讓所有的全體台灣人生活在這個Political purgatory 就是在生活政治煉獄裡頭 所以我們看一看 為什麼我們今天台灣是一個世界上唯一的政治孤兒 我們進不到聯合國去 他說我們進不到聯合國去 台灣民眾在2017年18年 我弄一個聯合國了 都在那邊開花 只是中華民國進不去 所以你如果說過 為什麼 能夠做的 他不說 南北市長有國中心的 發生的台中心 這裡正倫節目就在說 南北市長會受多少的委託 對我攻擊 對來這裡有的 他們派來這裡亂的人 攻擊很大 所以你看 一個政治家要做不簡單 澳洲五號口數辯論 在2009年的4月7號的判決 一樣 本土台灣人無國籍 本土台灣人無國籍 社會承認的政府 有嗎? 一樣 都一樣 不是說中華民國一定有什麼政府 從這裡來的 人民生活 政治念力 你多選舉 多選舉 多民主 政治念力就是多選舉 在那裡 難力對抗 有說 究竟和平條件到現在有效 有啊 美金能力佔領 台灣佔領中啊 有嗎? 都一樣啊 最主要就是 要求行政單位 幫助研告可上訴 那時候高等法院的書記官叫什麼? 叫黃之漢 上年二月下來 他已經是亞太國務院那裡 他就是改成行政單位來幫助研告 你們看很多 你們比較麻煩 你們可能不注意 如果怕黃之漢 他上年說的那裡 可以去英文那裡所說的 你們可以去看他所說的那裡 你們如果想過法律裡 你們會知道 他們這裡一些講的話 怎麼說 美國跟中國的曖昧的關係 在黑白講啦 台灣關係什麼 要寫以舊金山和平條約 這你們慢慢去理清你了 一天一天你也要理清你了 他們的政論節目 有時候還會下班一點點 什麼是無國籍 這是冰島 我就是無國籍 我不是中國人 如果去冰島 他硬要我的國籍 如果我是中國人 他會有中國籍 那無國籍 那無國籍就是本土台灣人 才會有無國籍 那無國籍 那無國籍你要看說 你明年二月五日 他這個政經政論節目 我講啦 三是無國籍 你再聽一下來 我們是 即使是台灣人 發錢 去幫中華民國做外交 而現在全世界的人 不承認台灣人有國籍 這是兩件事情喔 我們是台灣的老百姓 台灣的人民 發錢 對 去幫中華民國 維護邦交 簡單來講 其實中華民國只在金馬 所以應該叫金門馬祖的人去 很固中華民國邦交 因為那不可能沒有關係啦 跟台灣 台風沒有關係啦 其實所以那天 有朋友在提議說 我們台灣能不能去跟金市紀錄要求說 全世界最多不被承認國籍的人口數 台灣人破世界紀錄啊 喔對喔 我們應該跟金市紀錄申請 說我們有兩千三百萬人在這個世界上的國籍是不被承認的 但是台灣人卻花很多錢 那邊一看過去都是幾百萬幾千萬的美金 在維護中華民國的這個國籍 而中華民國這個名號在1949年 就被世界上認定 他是從中國 他是在內戰 在中華人民共和國跟中華民國內戰的時候 中華民國已經成為流亡政府 對 而且他流亡政府的所在地是金門馬祖 所以真正最大的問題是 台灣人花好多好多的美金 在幫中華民國維持不被世界承認的國籍 所以台灣真的是好人啦 對嗎 台中華民國都好人 我剛才講過了 他們 他們都中國人啦 他好像入籍美國了啦 你要去那看 他們這些中國人他們有國籍是我們的無國籍 他還要連銷他們說得很清楚 所以我把這個人看得到啊 看關東工的啊 人就來請新聞情 我們就有的比較厲害的人看得到啊 知道這種人的 所以來上課 我們來上課 我們來上這個課是 美國要求要分農一些政務官 政務官很簡單就 聽命令照做 這樣而已 很簡單的 跟你上班工的領人的薪水 你做人的下屬一樣 叫人說怎麼做啊 對你是老闆幫你發好 發好命令給你的言言 你也可以說照你講你做 不然你也不要請 因為你花錢也不要 一樣的道理 我們這都一樣 我們政務官的做很好做 所以我們在高等法院裡 很快就上訴到最高法院裡 2009年的7月8號 這就是說二戰以後 首次向美濟太平洋戰爭 這個政務者美國 我們在國際法裡面 國際法裡面很多的政政法 古今山和平之下 跟美國憲法 美國憲法就是 包含到台灣官的法 所以高雷烈 美國的國務院代表 律師不要跟他公平 他請律師要花錢 就放棄公平錢就好 已經十次了 所以說我們所謂的 我們的台灣國際地位 我們的人權 所以美國政府說 我們全國這個他都了解 為什麼 2009年的10月5號 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宣佈 各自本案代審 美國政府說 對本土台南人 那時候六到四年 說很多不能公平 所以他們全部確認 法院要求今後 依照舊金山和平條的 來行事 我們第四控美案裡 台灣最終地位 第三側 那就是第四控美案 第四就是第二次控美案 那都是英文 你們去那裡來看 那裡福台那裡有 新台灣論到 那裡有 那些畢章寫出來 那都坐到經典 所以說一個 我們畢章的 負心很多心 他會寫很多車 你們去那裡來看 所以 我們二千空明年 我告訴你 二月初日成立 我們二千空明年 三月十八 我們台灣民政府 美國電話 要不報告自己 美國就叫他們成立了 我們要成立 是要向全世界說的 我們先對 美國政府 美國政府 報名 我們要成立 我們要報備 所以我們成立台灣民政府的時候 全世界 等一個國家政府 你否認 台灣民政府 不敢 中國不敢討人 為什麼中國 全世界不敢討人 美國金政府 跟 美國金政府 台灣民政府 為什麼不敢討人 你知道嗎 因為我們以戰爭法成立 你否認 你就是跟聯合國反對 你要跟全世界作對 你才會反對 所以沒有人敢反對 你看有沒有 我是看這個領域 你如果是 美國國務院的官網 你要找 我們的控署案 我們比市長的論述 他的國務院裡面都有 這在2010年的7月4號 我們受邀 美國華盛頓DC 設立辦公室 那是我們台灣民政府 宣布的2010年 是台灣民政府 依照國際戰亂所成立的 創始年 這個生立這個 你知道嗎 以前美國 拍攝伊拉克海山 然後生立一個 軍政府跟民政府 將伊拉克民政府 華盛頓DC設辦公室 為什麼要設這個辦公室 是美國公告全世界 台灣這個政權 要交給台灣民政府 你有看到王毅所說沒有 大事所欺 事不可打 已經做到這裡來了 我想說 他們這些在台的中國人 要怎麼回家 在2010年的6月29號 這是7月4號 很幾天 國共和解簽署的可法 裡面的內容都沒話說 我們知道也沒話說 他們中國人不知道 因為和解要回家了 所以兩法中國人要感謝誰 南比市長 不然你會成為叛亂組織 中華人民共和國 為什麼也要感謝南比市長 化解這個和解 金門馬祖要回去了中國 中國這個土地才有完整 才成為一個大義中 有這個新聞大義中就從這裡出來了 那你們聽不懂 你如果還在華裏 就知道大義中 他們土地中 所以M503可以說到 所以再來 就是2010年的9月8號 我們就在華盛頓DC 四十七酒店 集辦酒會 有美國國務院 國防部 國安部 司法部 他們這裡派差不多一百個 我們這邊八十個 成立這個酒會 酒會散的時 一帶兩百多的 我們比市長說 你拿來教我們比市長 拿到兩百多的你知道嗎 旁邊這兩百 一個這個 那時候是歐巴馬 比市長看到就知道 叫日蜀美戰 這兩百多 那時候是歐巴馬 現在總統換來 換川普 這有肖像錢 我們不可以學白打 所以台灣民眾也是真的 你自己看 這M03你看到沒有 是不是他們 國共和解 他們的 台灣海峽中間 那邊就是 中國的走 這邊就是 美日台 那邊 這就是要把我們 八千萬奇館 金門媽祖都跪在那邊 平坦島在這裡 你媽祖的 大家這裡沒有外出 你這大家 三千萬奇館 三千萬奇館 才我剛才說過 你有概念 什麼人的土地 就是日本天王 日本天王 是要保有台灣所有錢 他就是 他的所有款 下官條約 所以 我們之前去日本天王 很少的時候 我告訴你 日本政府放棄管理錢 台灣澎湖的管理錢 要什麼 一定要日本天王 有同意 對不對 他要放棄之後 人家很少的時候 是本期跟台灣民政府 記住是不是 他同意台灣澎湖 讓台灣民政府管理 這很多人 不知道來看 我講話聽 哦 所以私人的東西 為什麼 我們台灣民政府 代表區會進去 日本天王就是 究竟我們和平條約 這不可以說太多話 他有風口令 可是他默認 台灣澎湖的管理錢 要給我們 台灣民政府 美國的 向前市的公告 這個管理錢 要給台灣民政府 華盛頓DC 叫台灣民政府 所以所有的人 不早去拿到 管理台灣這個政權 跟台灣民政府 所以 那個 台山 那個就是 叫我們必須人 很多的政府 越多越好 大家共同來為台灣 造成這些 國較好的福利 這不算 這就 國民政府 來賀金 沒有路一百號 你 這 有的新聞有報嗎 你 他們說的 李華盈 李華盈 執行 這個 嚴德法 他說 通常新聞媒體說 中國要 武統台灣 攻打台灣 中國從來沒有講 是新聞媒體講 所以 李華會這樣問 中華民國立委 這樣問 說中國入侵台灣 美日 是否出兵協防 嚴德話說 這個 區域安全問題 危害 美國利益 美國就來 日本近 距離很近 也可能 他講得很清楚 日本是自衛隊還是國防軍 以前是自衛隊 對 在2014年7月1號 他改成國防軍 因為安倍 日本的參眾議員 要通過這個國防軍 不通過 安倍政三用緊急命令權 通過這個 自衛隊改成國防軍 那是2014年的7月2號的新聞 你看 這個我都有 這個我家都有 7月2號 所有的新聞在這裡 日本集體自衛權解禁 可海外動物 日本要打成就打成了 以前自衛隊不一樣 你打完我 我還要打你 你沒有打完不行 所以釣魚來造型 中國的鐵殼船 香港的保釣人士 中華民國海行署 都去釣魚台 日本都用水的盆 這次都不怕去 去日本就開釣了 可海外動物 你再看這個裡面 你看這個 海外 台灣若遭攻擊 安倍內閣 恢復集體自衛權 就是攻擊了 日可出兵相救 台灣這個地方 就溫暖農學 你後來想說 安倍派人來 跟我們比士林記過面 你們去看 你看 這種新聞我以前都沒有看 你們沒有注意 我就不會注意到 你們來以後 我們要跟你們講得更清楚 更清楚 要進來 對2012年開始 1月1日開始 拿中華民國護照 進不了聯合國 為什麼這樣你不知道 你要看說 在聯合國的臉書裡面 這是蘋果日報 聯合國的臉書裡面有誰 聯合國日內也有辦公室 不承認中華民國護照 不過你去請他的台報證 還可以是嗎 不過台灣民眾可持 台灣政府合法的駕照 跟身份證 那是台灣 什麼是台灣政府 奇怪 中華民國不可以寫政府 你們去請 你們就有一個地方了 台灣政府身份證 我們台灣民眾所發的 我們寫政府 TW就是公民 我們的公民放在這裡 還是一樣 什麼USMG TCG 美國政府 台灣民眾政府 我們跟什麼政府啊 台灣政府 跟法台灣政府 像中華民國 他不敢說他是台灣政府 台灣有一個台灣政府 我們跟他說 他可以來抓完 我們是在判亂你 其實這土地不是他的 所以我們沒有判亂 我們要求 全意要規範給民政府 國際戰爭法 你看到嗎 我 在2017年 我過美國 我不會去英文 我過美國 我一個人在立國 拿中華民國合作 不可以是嗎 說要請台報證 我們拿這張照片 可以是嗎 我們大家很開心 我在這裡 我們很開心的那是嗎 這張照片而已 我不要說發電話 可以在立國 不要什麼 白的國家的新聞 不要說 你做創意格 跟人不一樣的 新的政府 一張三萬塊 我去買 你如果要發電話 我去買 沒有了 所以說你看 真的跟價錢 你就走出來 我們在立國國裡面 你放不下 我在這裡 所以那時候比較晚 時間 這個我們 裡面的官網 找都有 在我們的官網裡面 都有 美國協責簡書選 指引歐巴馬 為鎖台灣關係法 因為 司法單位 叫人家用 舊金山和平條約 所以歐巴馬 叫台灣關係法 放在旁邊 在用舊金山和平條約 所以 李政輝 丹水秘 馬營具 選條 美國總統都有 拍賀電 蔡英文就沒有了 他遵守舊金山和平條約 所以蔡英文 在美國的眼中 他是不是管理當局的局長 不是喔 我想 以華裏來講 還是馬英九 所以 你去看說 三次 二七五八捷議文 你看 1971年 10月25號 二七五八捷議文 一中 很多人可能聽過 這個二七五八號 決議文是什麼 但是完全不了解 這個背後的背景 還有一段其實 沒有被交過的歷史真相 在這個Buzz Orange這邊 他怎麼寫的 我們特別來帶您看一下 Co姐 這個二七五八號 決議文 他裡面的決定是 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切權力 承認他的政府的代表 為中國在聯合國組織的唯一合法代表 並且立即把蔣介石的代表 從他在聯合國組織及其所屬的一切結果當中 所非法證據的席位上面 給驅逐出去 好 在這裡我們 這二七五八捷議文 驅逐蔣介石的代表前 你有聽說中華民國要重回聯合國嗎 聯合國這個習慣叫中華民國 只是這個代表前是中華人民共和國 它不是 它是代表前是中華民國 是中華民國 中華人民共和國簡稱了中華民國 中華民國簡稱了中國 都一樣的 所以說你看到 什麼叫斷交 中華民國斷交 中華人民共和國 不是 中華人民共和國 接收所有中華民國的權力 所以你看到一些斷交列腰 跟中國建交 這都是 所以說你又看到 他這個 跟中華民國斷交列腰 美國反而判說 要還台灣64億 還台灣都不是還中華民國 不是還中國 那就是 那是斷交列腰 所以說他要判決 人錢賠償金 要誰要賠 中華民國 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要賠 所以你看到這個 趙峰銀行 趙峰銀行 他的前身叫中國國際商業銀行 你上網去你看 在上去叫什麼銀行 中國銀行 在上去叫什麼 大清銀行 清朝印錢的銀行 大清銀行 再來 中華民國推翻他 在中國 中華民國在中國 印錢的銀行 為什麼 改為中國 國際商業銀行 國共內戰 國民黨 怕他收去的 戰敗 改為中國 國際商業銀行 為什麼 改為趙峰銀行 二七五八 捷一文 這樣看有沒有 哇 他這次的洗錢的洗債 洗回家 洗回家 他的洗錢案 有嗎 所以說我們 我速度會更快 奧斯康美案 這就是 確認判決 美國要求我們 比市長 還有一遍 我們還有中華民國 跟美國 這就是 2015年的 三月十五號 在美國 華盛託節 國家記者 紀錄部 那個洗政官 說後面那有 日本就是了 那就是三月十五號 在這裡收開的 那我又去過 我 2017年 我 我們集會是 那個樓上收開的 那次都 報了 你們的樓上 這就是 更改國際的 這叫 台灣行政長官公署 那就是 中國帶來的 民政府 他叫 中國 台灣行政長官公署 他在 1947年 六月一號 改到台灣 台灣省政府 這就是 更改國際的 英國有空氣 這我講得快 這我講得快 這我們 萬人大遊行 2015年的 115 所以說 我們建電力 時間很久 美國政府 所屬台灣民政府 被美國 國會 法務部說 他是外國政府 公開又說 我們很多 外公就是 公關公司的安排 很多 我們去 美國官員 我們剛才看到 跟美國商業部 我們去 開支會 那些都 公關公司安排 我們進去 GCM 從2016年 2017年 GCM 集團體都開了 頂年也開了 這就是 普抓雷達 這就是普抓雷達 我告訴過 所以說 美國 唯一的 空降部隊 都要穿 多天 7千多人 這就是 副縱總統 演練 撤退 像中華民國 美國 可能會比照 菲律賓總統 馬克思 特性技術 就走 想要撤退 我們就是要走 你看有沒有 要撤退在哪裡 美國會有的事情 所以 時間一到了 他們就會能撈就阿 就現在在 軍公交那樣 能撈就撈 能撈就撈 大家來拖垮這個政府 好不好 好 你看我們 陳思政講的真是 這些都在平安島的 他們回來 台灣是來來去去 先講的是 韓國瑜講的 講了以後 陳根欣來跟著講 這些人都在 平安島的 他們都有房子 我告訴你 郵政處境 偷空在那裡 你要看 這紐約十八頓 聯合國的 會戰 跟我們 那個 他 想要的砍救會 我們在 聯合國開會 做養日 我媽 2017年 我們在 2018年 我們頂年都在 你們去官人 找 這真的 我們頂著 中華民國要重環 不能以台灣的名義 加助 台灣民政府才可以 我們是台灣政府 你看 我們身份上是台灣政府沒有 不能亂寫 這是頂年期的 聯合國 他們這幾個國 所以說你去看 你們就知道 很愛唱 我們剛才說 日子不可以 我們國際戰爭法裡面 很簡單 佔領不能遺傳主權 流亡政府 不能就地合法 美國 打贏很多 國家有沒有 歐洲戰場 還是美國 到幫助打起來 打贏之後 打個土地 變美國的 沒有了 為什麼台灣 打败之後 台灣中華民國來 接種之後 不可以移傳主權 什麼人的土地用 接種 正正說 什麼人的土地用 日本天皇的土地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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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天皇的 聯合國沒有土管名義 有佔領 什麼人佔領 你最會考慮 很清楚 日本天皇的 流亡政府不可以正地合法 台灣還有一個 中華民國 流亡政府在這裡 你要聽到 李政委 要做 中華民國 台灣政府沒有 很多人會聽 有人會聽 他為什麼要做中華民國 台灣政府 你知道嗎 就是 他 在1997年 切割 要將 台灣 新政府要負責 台灣 新政府要負責 美國說 不能動性 為什麼要負責 就是要有 中地合法 他就知道 做中華民國 台灣政府 這個 他為什麼 他要負責 美國開始當 中華民國 我們李幸福 帶代表 大家都說有 基石負責 叫代表 那叫中國錢 代表是這點 中華民國 台灣銀行 日幣說 他們是日本銀行 人民幣是中國人民銀行 這要負責清楚嗎 更特殊的地方就是香港 香港 他有強調 香港 匯豐銀行 好嗎 像中華民國 現在他們這點 不敢負責台灣 這點我叫台幣 你有看到他們 沒有在二月面上嗎 我一樣 你說 對吧 這點叫中國錢 這點負責 誰負責的 七五八 折一文 你看到沒有 哪來的中央銀行 對吧 中國 人民幣也是中國人民銀行 你看人民幣 日幣是日本銀行 美元是美國聯邦 他寫這樣 美元你拿給他看 我天賦美金 你拿給我拿給你看 所以說你看 我們台灣民政府 他拿的車牌 他不是偽造中華民國的車牌 他拿的身份證 不是偽造中華民國的身份證 他也沒有偽造美國的護照 他就是告訴你說 我這可以用 而且未來可以用 未來的事情誰知道 說明過二十年 真的美國政府跑來接收了 所以台灣民政府這些人 真的買了那個有效啊 我們在質詢的時候 法務部跟內政部告訴我們說 有啊我們也知道檢舉啊 我們也請示了高檢署 高檢署告訴我們說 他那個不違法啦 因為今天執法單位 在國民黨的時代 政府時代 要去抓他不容易 今天對民進黨的政府來說 一樣是一個困難 也就是說他這個是一個政治主張 可是馬英九跟民政府 比較起來他更可惡 他就有點像我們中華民國 那個一千塊的那個 中華銀行的鈔票 但是他是假的 他是我們假的國家元首啊 當了國家元首還齊心可諸 這哪一個比較嚴重 當然是馬英九嚴重啊 中國人在講實話 他們說一句話你聽不 當英九有說啊 我是難民的後代啊 他人也說啊 他爸爸媽媽是難民啊 難民不是罵人家 他也知道 他會說一句話 他會分別 他開始會分別說 三是真的 三是嫁的 他有你說嗎 對不對 很多國家元首已經 中華民國 離台灣都沒有了 我們台灣人聽不懂 他說 我們在講這裡 很多法理 我們很多工廠 都拿一些真的東西 你比照 三是真的 三是嫁的 是中華民國在騙你 還是那個 我們做的 他說未來可以用 會做出味的 我去美国日美 要出基地要出海關嘛 你知道我們台灣民政委 我們一人八十幾個月內 馬上開兩個海關喔 搞瘋 那叫通關禮異 沒有任何人 我們都拿這段新聞營起來 後面什麼USMG TCG 美國軍政府 台灣民政府 他們看得懂 我們版面後面有英文 那是依什麼法成立的 有的沒有的 那不是當中的 你厲害 季節你入境了 那不是跟我們說 現在就可以用 不是未來可以用 我們這次就可以用了 我們日美 日美聯合國 那些政委都會美國人 一樣都拿這張 什麼 未來可以用 現在就可以用了 所以你看 你就看得很注意 台灣省政府 對2018年 7月1號走入歷史 中華民國 民政府還會有 軍政委 我說軍政委 他們軍政委 叫中國 台灣警備 司令部 精管區 他們的總部 以前在投行接收錄 以前我做兵 坐市公車 每次都經過 他們的軍政委還會有 現在民政委已經走入歷史了 預算規定 所以我們 目前我們台灣是戰敗 是日本戰敗 我們台灣要有 軍政委和民政委 現在台灣只要 軍政委和民政委在什麼 我們處理的大教室有沒有 旁邊有一個 美國政府 台灣民政委 台灣民政委 有這張有沒有 這張用起來 我們裡面 當然沒有注意看 你們新的學員 你們還不知道 美國軍政委 台灣民政委 美國軍政委 以重返台灣 將結束ROC的戰略 台灣民政委 為百姓設想 以做好執政準備 我們早就準備好了 美國說 換政府 胡鳳姐過 好就好 好嗎 所以你們去看這裡 你要去看 台南的補選 好嗎 我們2017年 9月 進入聯合國 你 國所在的 郵局的 民政的國旗 都下來 國管市 跟老一個 我們南投縣 像南投有吉 民政有國境 存的都不能猜 那就是我們家住聯合國 你那看說 他們的選議長 進行補選這個 我用給你看 看我美中 不主要我就用掉了 你看他 台南選區 立委補選 戰況焦灼 就在15號 選前大造勢 台下支持者 喊得聲嘶力竭 不過同時 將鏡頭拉回台上 國民黨籍候選人 謝龍介 怎麼感覺 偷偷摸摸的 鏡頭拉近看 就在一旁 同黨籍委員長的 口莫橫飛之際 這時可以看到 另一邊的議員 李彥柱 從競選團隊手上 拿了幾支 中華民國國旗 遞給謝龍介的 太太李嘉芬 但謝龍介 發現之後 竟然一秒變臉 再慢動作看一次 謝龍介不僅臭臉 甚至還揮了揮手 示意太太 不要把棋子拿出來 還把棋子壓下去 最後更是急了 直接連忙 把棋子從太太手中搶下 趕緊藏到背後 假裝沒事 不過這種樣 全都錄 還在臉書PTT上瘋傳 網友嘲諷 到底怕誰看到 有網友諷刺說 下次可以拿五星旗 那態度是看到溫神嗎 甚至還有人說 結果就是台南 他觸怒到美國跟中國 因為兩岸和解 美國不准他們中華民國的棋子 已經拿起來了 所以你看很多地方 美國的一些台灣地區 本來是中華民國的棋子 怎麼拿下來 現在棋子是空著 如果要放三萬棋子 你都不知道 放這棋子 我們台灣民眾的代表值 這棋子 要放這棋子 所以你要看 現在已經和解了 你有看到習近平跟馬英九嗎 你新加坡的 你注意聽這棋子一大話 選擇 我們應該以行動 向世人表明 兩岸中國人 完全有能力 有智慧 解決好自己的問題 並共同為世界 與地區和平穩定 發展繁榮 做出更大貢獻 他們中華中國人 講得很清楚 今天講就講到這裡 好 謝謝